那像我們老家的話是叫魯南堂 那這些名字就是 我總覺得地名就 課本上都沒有見過 我後來跟一些我河南的朋友聊天 就他可能是在就是 現在的駐馬店 好像就在之前就是魯南 其實就是像因為我們是客家人 就客家人在危急南北朝的時候 吳冠華當時大批的 從中原往南簽的 那客家人當時又簽到明月那一帶 那或許我們家老祖先 當時也是在這樣的一個 動亂的大遷徙之下 到了福建廣東 然後在清朝的時候 就是在渡海到了台灣 然後落地生根 然後到我這邊已經是第八、第九代了 就是我們對於荀跟母仙 或是對自己家族內部的一個 歷史 以及血脈的一個傳承 我覺得這個是 尋根在私語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內容